东方巨兽张志磊 这个创造中国奇迹了铁血硬汉 凭借了一双无坚不遂的铁拳 再一次打破了黑人与白人 长期统治的重量级拳坛 这个中国人的名字 不仅排进了世界前十的阵营当中 还用极其残暴了KO方式 赢得了全世界全民的赞叹 也打破了老外的固有认知 这就是来自中国的重量级肚之身 他看似轻描淡写了出拳 却能让众多对手非死即残 今天的这期影片 就带你回顾张志磊职业生涯 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五场大战 每一次击倒那是相当的炸裂 尤其是后面那位 他是特种兵里的超级拳王 就是这样的高手 却在张志磊的铁拳之下 只撑了短短的17秒 好了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到张志磊的五大KO 第一位登场的就是刘易思 但这个刘易思绝非那个刘易思 他是重两级排名前10的高手 在这场比赛之前 就十分的看不起张志磊 他曾满怀鄙视了对张志磊说 作为黄主人的张志磊 根本没有资格和我站在同一个舞台 你来这里唯一的作用 就是给我刷刷战绩而已 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比赛刚一开始 从双方的身材上来说 显然是刘易思会更加强壮 但张志磊的优势在于身高臂战 身形步伐上也更加的轻盈 第一回合双方互相试探 谁都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刘易思更是坚信这一战 张志磊绝不会对他造成伤害 甚至直接放下了手臂不做防守 更是摇头表示 张志磊的出拳还不够力道 但是到了第二回合 张志磊如同觉醒的雄狮 更是直接开启了毁灭模式 这一次刘易思被打了晕头转向 但是他却不知道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刘易思想要移动位置 但张志磊却半路截胡 轻描淡写地打出了 无可匹敌的重拳 这一拳打得刘易思是狼狈不堪 自己还完全不知道 鼻涕炮子已经成功了抢劲 由此可见 这一拳的力量究竟有多足 如果打在普通人的脸上 张志磊都得跪下来 求你别死 第二场比赛 张志磊对战美国版李奎 亚历山大 看着独一无二的发型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狠角色 比赛一开始 张志磊就拿出了 拳打正关系的气势 对手虽然是重量级的拳手 但在身材高大的张志磊面前 却显得如此的娇小 张志磊是刷刷点点 不断地用组合拳疯狂进攻 猛虎下山的猛烈攻势 也把对手打成了一只小猫咪 当首回合快要结束时 张志磊按下了轰炸按钮 打出了雷霆万军的一技重拳 据说张志磊这一拳 力量足足达到了960磅 相信任何人吃到这一拳 都会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第三场比赛 张志磊对战乔逸斯 他是张志磊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对手 曾经保持了15战不败的惊人记录 但是这一晚的英雄 注定是属于张志磊的 张志磊的一拳 这是很危险的 中秋天的手法 中中 中央派出了 中央派出了 四周排 中央派出了 所以真正的 奖房 正的手法 中央派出了 但这就是 中央派出了很好的 出发 是一个很好的 出发 中央派出了 最有新的手法 非常有机会 但是 这边 下去 还不会有机会 再次一次,他再次再次一位 看着他,他再次一位 完全是不值得的 不少的重量,他再次再次一位 很正常的手法 杉瓶的手法 他在左手法上 30秒在四周 每次一回合,他一直在一回合 杉瓶是一回合,他会快速 是最后一回合,这一回合 人们说了不,他会危险在这场比赛 那是怎么看起来的 今天你会有一个选择 相当的18远 杉尔不过现在 他现在还没有拒绝了 很多伤害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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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忽然的队 会变成 such an important man in there 他需要想至多亂加罱法 准复准备 tied difficulties dov'sha得以多的是 độ味道 比较适适合 IU 我只要去乎改叮现在 这个楼上是 überhaupt更多的 因为他rå杀的力加弹 这为了多大问题 这拖 börjar这样的图法 Again 他也翻牌 coron快乐 ois他边他Weckenz 双后也是捡 motion的 向刚才 pun比 他移动到边 说到比赛后的乔伊斯 对张之磊依旧是心有不服 短短了5个月之后 他向张之磊发起了复仇 但最终的结果 就是再次的被张之磊送进了梦乡 Joyce has to take a backward step 但他会变得更加 这些非常 worrying的 moments 在这场 比赛的努力 比赛的努力 Joyce throwing punches 但他真的不是在这场比赛 但他看着很困难 很正确的 对面的路径 Joyce's face开始 仍然没有学习 仍然没有学习 杨仁依旧 第四场比赛也是张志磊的名场面 他对上了美国老将瓦加斯 在新闻发布会时 瓦加斯根本没把张志磊放在眼里 并表示这场比赛 绝对会在第五回合干掉张志磊 但是到了比赛的当天 张志磊在第四回合将其斩杀 根本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瓦加斯更是被这一拳打碎了下巴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张志磊职业生涯的首秀 这位对手叫做塔特 曾经是一名美国特种兵 因为张志磊是一位拳坛新人 再加上霍利菲尔德为他背后撑腰 这位塔特完全没有把张志磊当一回事 但当天的比赛结果 更让台下了霍利菲尔德直接傻眼 这场比赛刚刚开始 对手甚至还没有来了及出拳 就被张志磊轻描淡写两拳击倒 这也是张志磊职业生涯 最快的一次KO终结 只用了短短17秒 就让全部现场观众见识到 这位亚洲雄狮的恐怖和杀伤力 就连张志磊自己都懵了 我还没有开始发力 你怎么就躺下了呢